是那个独宗女给的营地地图 上面标注了燕洛天和木兰三老的方位 燕洛天在城中北方 木兰三老在西方 我们需要分头行动 我去对付燕洛天 你去对付木兰三老 不 这件事听我的 你去对付木兰三老 燕洛天交给我 那你小心点 既然如此 那便静待天黑吧 这边 小美人 你往哪里跑啊 在哪儿呢 燕宗主 我来啦 啊 找不到 要得真细啊 来啊 这边 这边 抓住你了 讨厌 这边 帅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可能看错了 我们分头仔细检查 这三首蛮红卷果然选妙 竟然能逼死撩伤 效果似乎还不错 不愧是不难过最高深的功法 感觉怎么样 恢复了一些 不过想要痊愈 恐怕得等古内那枚六品丹药送 此地方被森业 必须速战速决 没想到那小子竟还有如此手段 真是小看了他 这次我们吃亏在措手不及而已 没错 等古内精锐强援赶到 我们再联合金燕宗 就算毒宗不参与了 也要将阎盟杀个血流成河 把甲马帝国彻底踏平 阎无三选辩 在同样的招数下吃亏两次 该说是你们愚蠢 还是我好运 小颜 只要你放过他 我发誓木兰谷 日后绝不再找你 加码帝国和阎盟的麻烦 若杀了他 便是与我木兰谷彻底敌对 到时 木兰谷通阎盟会不死不休 是吗 小颜 小颜 工夫今日定要将你错骨摇晦 又刺客 快开 又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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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众 быв 算你们两个走运 来得够快的 给我抓住他 死活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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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攻击 给我拖死他 死活不论 死活不论 可恶 可恶 这样下去 会被他们偷垮的 小子 死定了 虽然是 虽然是斩佛 火灵消耗巨大 但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我便成全你们 火灭死了 死活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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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 你那邊搞定了 嗯 你先走 我來斷後 好 接下來就交給我了 那兩個老傢伙 我會讓他們付出代價的 嗯 我會在前面等你 快 攔住他 你別走 快跑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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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儘快恢復鬥脊 好去接迎 彩麟 啊 啊 啊 彩琳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 他们追上来了 他的计划成功了 跟上 他们追上来了 你的飞行速度太慢 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 他们走了 现在我们安全 多亏你了 你没受伤吧 只要那个毒女不出手 就没人能伤本王 今晚你有什么收获吗 三寿蛮荒诀 怎么了 可惜只是一卷 没什么用 这个拿着 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 这功法对十人租更有用 彩琳你收着 那我拿去 换一些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药材吧 刚才我从燕落天身上得来的 算是金燕宗的不传之谜 准确说 这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用高阶材料 制作出实质性的巨翼 你若修炼成功 好处不小 那种飞行速度 别说你的紫云翼 就是我也追不上 这东西的价值 可比三寿蛮荒雀高多了 彩琳 你拿着 还是你拿着吧 小妍 我要走了 现在强敌一出 驾马帝国暂时没事了 我们蛇人族 也该牵去新的领地 翻眼生息 我得回去 主持大局 我的族人 在召唤我了 那 那你万事小心 放心吧 芸山已死 芸蓝总不复存在 萧嫣少爷 终于大仇得报 没想到才四年 萧嫣哥哥就达到了 窦黄界别 真让勋儿意外 小姐 要老在芸蓝总之战中 被魂殿之人 突然出手擒走 没想到 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了 灵朗 派人搜寻魂殿所在 当年萧叔叔的事 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 是 魂殿 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那块驼蛇谷地狱 对了小姐 我听说 卒中决定 派人前往加瓦帝国 去萧家搜寻 您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 什么 好大的胆子 那群老家伙要倒霉了 炼制出几枚失声单了 已经两枚了 都交给海老保管了 才两枚 算下来 这些帝国最精锐的五品炼药师 半个月才能炼制出一枚失声单 老夫自然会竭尽所能 不过这事 当年王谷合比我更合适 若由他来主持炼制 效率应该能提升一倍多 谷合的炼药术无庸置疑 但他和我的关系 想请他来主持 可能性不大 哈 盟主与谷合是有些过节 但想要请他加入丹堂帮忙 也并非不可能 发麻会长有办法 盟主可知道名为丹塔的自由组织 丹塔 丹塔存在历史十分悠久 那不仅是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更在大陆上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进入丹塔的条件极为可可 必须有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 如果盟主以日后能助谷合进入丹塔为条件跟他谈 我相信他会愿意加入丹塔 嗯 可以试试 硝烟 你来干什么 刘兄 麻烦通报骨盒大师医生 就说硝烟求见 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看来阎盟如今的势力 果然已经遍布加玛帝国啊 小盟主 有事便说吧 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没有打理 不便陪你闲聊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此次前来 是想请大师加入阎盟丹堂 加入阎盟 算了 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 便不去你那阎盟凑热闹了 吵吵闹闹的令人烦躁 哎 你这家伙 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 如今 丹堂的潜力 可远比炼药师工会强 你若是加入的话 日后有丹堂推荐 你的愿望 指日可待 你这老家伙 少拿这个诱惑我 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阎盟 我就没有其他路子进入丹塔了吗 若非我自认是迦玛帝国之人 不想轻易离开故土 凭我的炼药术 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 这老头 古河大师 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其他令药师组织 并无太大兴趣 为什么不考虑阎盟 有什么需求 但说无妨 我倒是可以加入阎盟丹堂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请说 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 若你赢 我便加入阎盟 如何 你这家伙 换个条件怎样 以你的辈分 与硝烟比试炼药术 有些欺负人哪 欺负人 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 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 老家伙 难道你敢将这家伙 当成小辈看待 他的炼药术 可不会比你低 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 萧衍 怎样 与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 如你所愿 你若输了 以后 就别再来打扰我了 既然如此 萧衍奉陪便是 那 请吧 老家伙 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俗好说 骨盒能被称为丹王屋 自有其独到之处 可萧衍那小子 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些日子 从他的几次出手炼丹情形看 他应该也有六品炼药师的水平 所以 胜负难料啊 这才几年不见 当初那个小林药师 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 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 嗯 老师 哎呀 你们总算出来了 怎么样 谁赢了 我骨盒 从现在开始 就是阎蒙丹堂的人了 欢迎丹王 居然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啊 小医生这是发现了魂殿消息 我得立刻去趟初云帝国 不过去之前 骨盒大师 那丹堂一事 以后就拜托你了 盟主 放心吧 还有些钥匙 先是赔了 嗯 夏爷 夏爷 这儿 我在这儿 子言 你怎么在这里 彩灵姐带我来的 不过这几天她闭关了 我只好一个人玩了 嗯 你是来找彩灵姐的吗 嗯 我准备去趟初云帝国 过来跟她说一声 不过既然她在闭关 那先不打搅她了 哦 听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小爷 我也要去 此情太过危险 你还是乖乖留在家马帝国 都给我提起精神来 女王陛下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是 大总理 嗯 硝烟 你就是硝烟吧 没错 正是在下 看一眼的实力仅次于彩灵和四位长老 你这小子害得陛下有性命之威 把我不一拳打死你 哼 力气不小吗 哼 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小丫头身后的人族 再向前一步 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吧 啊 不会是阎盟盟主 还真有些手段 阎盟与蛇人组本是盟友 你贸然动手 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 你 血口喷人 有本事和我打一场 还不是我们对手 你 心人太深 我非杀了你不可 嗯 都给我住手 凌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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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发生了何事 采灵姐 你终于出关了 你怎么来了 赛林姐 这个坏蛋刚才欺负我 要不是我晋升到斗黄 早被他一拳打死了 你 你胡说 陛下 您说过 您在闭关期间不见外人 而且 他还害得您 闭嘴 消炎身为盐盟首领 怎可随意与他动手 魁欣 你身为大统领 应该知道我们蛇人族 与盐盟的合作至关重要 本王罚你去蛇窟 面壁撕过一个月 是 有事吗 小一仙传来消息 在出云帝国 发现魂殿的人 我要马上过去 只是 有点放心不下你 魂殿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现在的身体 禁不起任何善事 而且有小一仙相助 不会有问题的 你的实力 我自然放心 可是 我不放心的独女 况且此次 是深入出云帝国 到他的底盘 万一他搞些手脚 我陪你一起去 总比孤身一仁好 放心吧 我信得过小一些 算了 既然你相信他 就随你吧 免得你怨我小肚鸡肠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 两年内 我必定将丹药送到你手上 这次 你就别随我一起去了 我可不幸在锦药关头 那独女会出手保护你 我必须跟着一起去 真哪 你没办法 那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 不过事先说好 你一定不能冒险行事 嗯 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将族中事务交代一下 谢谢了 他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 对啊 你可要好好待采灵姐哦 你可要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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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要不幸运